獲勝的是 哥倫比亞小姐 不好意思 我說的是菲律賓小姐啦 當你跟光頭愛情顧問哈維一樣有才時 彩排練習根本就是多餘的 特別像是世界小姐這種選美活動 這也說明為什麼哈維拒絕彩 畢竟只是念出字卡上的名字嘛 時間很快到了週日晚上的決賽 哥倫比亞小姐和菲律賓小姐 兩人握手祝福對方 並等待哈維宣布結果 結果哈維錯將亞軍看成冠軍 你看你看 還說不需要彩排吼 後來菲律賓小姐在這個荒唐的電視轉播中 被宣布為世界小姐 更糟糕的是哈維在推特發文道歉時 還把兩國的國民拼錯了 到底是誰在那邊覺得不用彩排練習就很厲害啊 儘管如此 哈維還是很搶手 一堆人發通告要請他主持其他活動 甚至有傳聞指出哈維想主持明年的葛萊梅獎 跟美國全國拼資大賽呢